我的人啊花生哥 你认识我从那一天我上你双直播 你觉得我的人怎么样 到今天为止你觉得我的人怎么样 其实你还记得我之前我跟你讲过吗 我讲那个东邪吸毒的那一个 记得我等着我的照片出来 还没有到我的照片就没有了 你讲收工了 现在你又出来了 你劝我一张照片 这条英雄传哦 其实我那时我是想 就是讲你是那个过境的 对啊你有跟我讲过 对啊 我都在期待 哎呀那个照片不错 我来看一下会怎么样 我来看一下 哎呦怎么样 那个故事哪里知道 那个下一集就没有 我还记得你有跟我讲 那个下一集没有了 然后那一晚 我也是去喝酒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 就是你浪费那么多时间 在这个直播里面 还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也是去想这个桥段怎么写怎么讲 对 那时候安德鲁你花那么多时间为这些人 他们一直在后面干你啊什么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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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值得花这种时间去跟他们讲啦 所以我当时讲的我觉得他们讲的非常有理由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 应该是大概整两三个礼拜吧 嗯 嗯 还有加瓜还有几个 嗯 有网红啦 他们有Messenger给我 也有打电话给我 我们有联络过 嗯 还有很多我的那些Fans 他们觉得呢就是我不是为人家而活咯 我觉得我做对的事情咯 你只要觉得对的 不要理人家批评你什么东西 所以当时我有跟你讲过嘛 我说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 你为你自己做东西 你也是其中一个 我也有劝你 你玩的开心 你就尽量玩你自己的 就像我们我开水水战 我觉得我玩的开心 我就玩我的 我们不用去管别人想什么 也不要去管别人讲什么 只要是你开心 只要自己开心 什么都是对的 对对对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想要做什么 对 我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要做的事情啦 我已经达到那个吃饱卖包的那个状况了嘛 你不给我做这个东西哦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